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兩宗國際消息 第一宗消息 自從緬甸軍方發動了政變以後 當地的民眾持續上街示威 而去到昨天 更加有上千上萬的群眾 去到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的時候 進行抗議 至於第二宗消息 拜登在接受CNN訪問的時候 竟然間公開講到 說很著急 想知道共和黨的參議員到底會在彈劾特朗普的議案當中怎樣投票 他還說 希望看到共和黨的朋友會站起來抵抗 即是變相呼籲 叫共和黨的參議員倒過支持彈劾特朗普 不過現在看來就沒有人理他 所以他就吃硬檸檬 在講到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 到底緬甸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會有上千上萬的群眾 會去到中國大使館的事抗議 原因有兩個 第一 就是緬甸民眾一直都認為 中國政府和緬甸軍方的關係密切 而且 中國政府不單止是本身 不願意去譴責軍事政變 而且在聯合國安理會上 也都拒絕了 這宗消息傳到緬甸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引起了當地民眾的廣泛不滿 至於第二個原因 就是當地的社交媒體上 廣泛流傳一則消息 這則消息就是 緬甸在關閉了國際航班以後 有來自昆明的五架貨機 在星期二抵達了仰光國際機場 根據BBC的報導所說 這則消息是未經證實的 而緬甸的民眾就認為 這些飛機 其實就是大陸 派遣的IT技術人員 幫助緬甸軍方建立防火牆 因為之前緬甸就試過斷網 BBC就說 在政變之後 緬甸軍政府 計劃制定一部更加嚴厲的新法案 去管制網絡 這部法案 要求緬甸的網絡服務商 和電訊營辦商 在政府指定的地點 儲存用戶數據三年 而當局可以隨時 獲取在社交媒體上的訊息 並且可以進行內容審查 這部新法案 激發了更多的民眾上街示威 中國大使館轉發了一份聲明 駁斥緬甸社交媒體上 有關於中國的貨運航班 運送IT技術人員的報導 這一則聲明 下款就是緬甸中國企業商會 他們說 這個所謂中緬之間的往返飛機 是正常的貨運航班 運載海鮮等進出口貨物 網絡上有關的消息 純屬謠言 大陸就否認了 說有派遣IT技術人員 走去幫緬甸軍方 進行封網 但是當地的民眾 擺明就是不相信 如果他們是相信 就不會走到中國大使館示威 至於另一單值得留意的消息 就是在星期三的時候 美國政府就宣佈了 要對緬甸軍方的高層 以及就是他們的家人進行制裁 並且就是凍結了 他們在美國的10億美元資產 來到今天 緬甸軍方就宣佈了要大赦天下 將會釋放23,300名的緬甸囚犯 以及55名的外國囚犯 當局就形容 說正在建設一個新的民主國度 將會著眼於和平 發展和秩序 希望使得囚犯成為得體的公民 催生人道和慈悲的氛圍 有些人就認為 現在緬甸軍政府就腳軟了 拜登實施了這個制裁以後 他們馬上就放人了 問題就是 他這個所謂放人 其實就不是放正敵或者是異見人士 而是這些只是普通的囚犯 而且在過去這個禮拜裏 緬甸軍政府還繼續來 拉近昂山素姬的盟友 所以就算要將 美國制裁緬甸軍政府領導人 以及是緬甸軍政府大赦天下這兩件事 硬地聯繫起來 都只能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緬甸軍政府根本上就是在敷衍拜登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這兩件事當中未必是一個很強烈的聯繫 因為緬甸政府其實 周時都會在一些重大的節日大赦天下 他們的目的不是創造慈悲 或者是 建設民主 而是因為當地的監獄 實在是太過擠迫了 所以他們周時就是會大赦天下 釋放那個空間出來 所以我就認為 緬甸釋放囚犯就跟美國制裁沒有什麼很大關聯 除非你說他釋放那些 全部都是昂山素姬的盟友 甚至乎是昂山素姬本人 那就另計了 如果不是你很難將兩件事扣連起來 我覺得就有點硬 我覺得 而我相信拜登也都已經用盡了他可以用到的橋段 因為 他在制裁緬甸軍方領袖的時候 同時也是凍結了 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以及就是有幾家緬甸的 玉石公司 都是被他凍結了 這個時候 他就已經可以做的事都做了 即是說和平手段 當然我亦都不相信 美國 會用到這個軍事手段 來介入緬甸的軍事政變 所以 他可以做到的事都已經是做了 即是說 無能為力是幫不了局勢的 如果幫到的話 緬甸軍方已經放了昂山出來 所以到最後其實這個干涉 都是可以說是徒勞無功的 好了跟著我們就看看 第二單消息 就是拜登接受CNN訪問的時候 就大放缺詞 他就說自己是很急的想知道 在彈劾特朗普的議案當中 究竟共和黨的參議員是會怎樣投票 他就希望看到他的共和黨朋友 會站起來抵抗 他言下之意 即是說呼籲 那些共和黨的參議員要倒過 在這一場的彈劾議案當中 贊成票 只不過在他講完之後 就沒有任何一個共和黨的參議員 是響應他的呼籲的 其實之前 在討論這個 彈劾案究竟是否合乎憲法的時候 就進行過一次表決 當時有56票就贊成 說這個彈劾案是合憲的 有46票就反對 就認為這個彈劾案是不合憲的 那麼大家知道 這個票數就反映到 有6名的共和黨員是賭歌 本來已經有五件彈散 他們就是 黃了 共和黨的地區黨部 對於這五個人 就已經很反感了 好了 另外最新一名賭歌的是什麼人呢 就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卡西迪 他一走去賭歌 說投了贊成 認為這個彈劾案合憲之後 馬上就遭到了 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黨部的譴責 而且還用了很強硬的措辭 至於另一位同樣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參議員 約翰金賴迪 他就投了反對票 於是就獲得了地區黨部的 熱烈表揚 從這個反差就可以看到 其實地方的民意 是很清晰的 所以就算有些人 在十五十六 在猶疑不決的時候 到最後我相信 都是會投鼠忌器的 因為他們都要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 如果他們膽敢在這個 彈劾案的正本氣當中 投贊成票的話 相信 他們下屆都不用走去說 出選 要是他轉投民主黨 如果不是他很難選 地區黨部不支持這些人 所以 到了最後正本氣 這個彈劾案 都是會否決 因為在參議院要通過彈劾案的話 就必須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即是67票 現在就已經有56票 到了正本氣的時候 你要再叫多11名的 參議員倒戈 你在哪裡找那麼多人倒戈 就算給你拜登扭進6人 你都不能扭轉11個人的心意 整隊足球那麼多人 如果你說差一個人的話 我相信民主黨就可以用很多方法來使其中一個參議員倒戈 因為你所有資源就集中在拉攏那個議員 問題就是現在你要拉攏11個 你要出多少資源 你要答應多少東西才行 尤其是有些共和黨員都不是懶惰的 看到你這樣來把BLM和Antifa 當人家是臭死 用完即棄 如果他現在去賭歌的時候 你又當他是二五仔 你又不會信任他的 吐其是這幫賭歌分子 豈不是是屌屌 他兩頭不到案 你又不信他 共和黨是譴責他 賠了夫人又接兵 所以到最後我不相信會 再多11個 參議員倒戈 如果是也沒辦法 你唯有整定 認命 我不相信這件事會發生 因為你怎麼叫那麼多人 現在這六件都已經在黨裏面受到很大的壓力 被人剷到上天花板 這幫人 為什麼民主黨和拜登 那麼著意要這個 彈劾案通過 其實彈不彈劾都是其次的 最重要就是這個彈劾案所帶來的後果 就是說 使得被彈劾的一個人 即是特朗普總統 以後就不再能夠 參選到公職了 現在那幫傢伙又有後著 這個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舒默 即是民主黨人 他就說到 就算這個彈劾案 不獲通過都好 他都會考慮引用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 授權國會 禁止 參與叛亂的人士 再擔任公職 這幫傢伙根本上就是 揭而不捨 就是要繼續 追殺特朗普 他們就是要使得特朗普 不能夠在2024年捲土重來 不過我認為 這些招式都是白費心機 就算讓你勉強 拉牛上樹 通過這個什麼 禁止特朗普總統 再度參選公職的議案 就算了 他不是只有他一個 他兒子有個女兒 去到最後 可能變成伊曼卡代父重君 有很多花式 民主黨會玩花式 共和黨和特朗普一樣會玩 所以這幫傢伙根本上是浪費時間 而且根本上使得整個參議院空轉 正如特朗普的長子說 你這個參議院 又不去討論一些民生的議題 只是在搞政治迫害 搞了整個星期就談這件事 就是談到底 這個彈劾案是否合憲 然後又要彈劾 這個作供 作供要浪費時間 美國的民眾是不是想要這些 人家就想你優先處理疫情 拜登自己說上台要處理疫情 怎麽不知現在死的人 比之前更多 根本上就是浪費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